其实很多问题就是患者不太理解 是功能是什么东西对吧 就是我们双眼能够同时看 然后会影响我们的立体发育 然后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那它会导致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 有一些需要精心目的的专业 不能够去选择 在我们高考之后 报志愿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很多的专业 比如说飞行 驾驶 或者是这个机密器械相关的 还有美术啊设计啊 那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呢就是外观编辑了以后呢 其实会对人的心理 也会造成一种负担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做微整形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吧 那么当我们的眼味明显的偏行了以后 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心理的负担 别人一样的眼光会让孩子 他会觉得不自信 然后这个可能就会对今后的这个性格 也会有些影响 所以这些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